今年不至40歲 鳳昆豪在北京和阿姨最頂道理大雜蟹的勇氣 用上天然的生態技術 給大雜蟹的行動 過程中絕對無道友誤 成功達到人生的修行量 讓他的大雜蟹的品質 老後可以都很安心 種植水草啊 都是以天然的東西去餵養 讓它再營造 以及跟他們原本的生態類似 接近類似他們的生態 讓他們自己去生長 不要再多用人為添加去管理它 洪空好基礎 因為台灣勇氣的大雜蟹的介紹 因為受大雜蟹的介紹影響 今年一隻四牛 以上的計作四百塊 今年終於四牛的最關才不會到四百 要吃大雜蟹的品種 可以賺這尊 因為進口價格 你看電視購物都很便宜 實質 實質也只有1980 他們由大雜蟹的管理進口 減減到過海關 這段期間 大雜蟹本身的卸防卸膏 都幾乎會消耗 所以他們就帶我們本土的 比較它的口感 它的飽和度 就沒有我們本土的好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本土的不用去環了 就有藥物殘留這個問題 台灣大雜蟹的勇氣曾經在經濟大雜蟹的城口 一隻新衛生給監管 他們去賣州 勇氣才開始倒立 現在因為開放城口 給台灣勇氣的大雜蟹 在消極競爭之下 沒人消失困境 相對我們本土養殖 換算我們的成本 所以我們的成本就跟大陸進口就比它還高 所以我們就很難賣了 1980我們根本就是賠錢賣了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去零售 就有些親朋好友喜歡吃的 我們就接近成本價 再多一點點的利潤這樣零售出去而已 現在香港好友期待用益安全 融食技術 給消費加快的用心 期待為台灣大雜蟹行銷行出沒更快樂 記者理解算上報道